小伙伴们 本来我以为这次捉迅兽是个小活动 结果没想到处处是惊喜啊 剧情呢 就是有个丰丹大商人举办了这次活动 光奖金就有6000万 虽然老娘真不缺魔啦 不过还有 他甚至愿意出让自己的全部资产 也不知道这家伙咋那么拼 后续应该会有引擎 但真正惊喜的是 在捉迅兽的时候啊 我们竟然碰到了莱伊拉 我本来以为他会在下半卡池才露脸呢 大家听听他的声音啊 是不是很快想到了另一个人 我 我叫莱伊拉 是里多范蒂学院的普通学员 没什么厉害的名号 这副慵懒的样子 是不是跟早又非常大 感觉这俩能成为好朋友 不过莱伊拉倒不是懒 我好像天生就有睡眠障碍 每天都休息不好 体力也很差 总之还是很可爱的 呸也不错 就是那么虚 不知道强度如何啊 当然这还不是唯一的惊喜啊 更大的惊喜是 我们的八重公司大人也来了 你感谢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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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我是不是野花了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 是的 我当时也是这样的反应 他为了给轻小说找题材 所以来到了这里 然而最觉得是 当然 为了更好的对作者们的稿子把关 我也会参加比赛 稍微体验一下身为选手的感觉 这位就是我的搭桥 这位就是我的搭档 左右家为他起了个名字 百雷遮罗 我去我们这是要跟狐狸PK了吗 大家第一反应是觉得紧张还是刺激 会不会像神子的跟班一样 为了写出深入人心的作品 我绝不会退缩 一定会击败你们的 或者是跟拉一拉一样 我叫八重神子 一个兴趣使然的轻小说编辑 现在对你就挺感兴趣的 还请多多关照 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两位 若想大感谢你们了 我想好好了解四位蘑菇伙伴 我预赛做好准备 就先去训练了 当然主线咱可不能忘 神子在这个节骨眼过来 真的只是参加比赛而已吗 看这里明显就是话里有话呀 看见你没有被热闹的气氛冲昏头脑 只顾着开心玩耍 我还挺欣慰的 不巧的是 好像有人要来打扰我们了 只是暂时还是以比赛为主 跟他说不上别的事情 那么最后就给大家简单讲一下 捉迅兽的心得 首先装备道具后 小技能就会变成捕获 一般是抓两次 上面这个条就满了 就能抓到 如果用雷的话 迅兽移动速度会变快 但只要抓一次就行 用火的话 迅兽移动会变慢 但要抓三次 大家自己取舍就好了 每只迅兽都能取名字 很明显都是浓浓的派萌风格 大家都选了哪个呢 抓好之后要去摊位升级迅兽 这里我不知道每个人的图案 是不是都一样啊 所以就不多做展示了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这里的步数没有那么重要 大家压力不要太大 第三步和第五步是没区别的 多两步应该也可以了 最后的预制 大家算好每个颜色的数量就行 打的话 无脑放技能就行了 可以打感电或冰冻都行 旅行者虽然没有伤害 但可以试一下人形巨怪 能打快点 打完进攻后还有防守的 别忘了打 总的来说 这次奖励是不少的 第一天就能拿到300元石 你感谢 而且还有多力 可以兑换 大家快去干吧 顺便也可以期待一下 神子到底是在搞什么鬼啊 感谢观看